射手座,什么也没有也不能没有自由。 一,不要太管着捧,射手座的人向往自由,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人,没有人可以限制他们。 二,不要计较太多,射手把什么都看得很开,看得很大,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,所以你不要和他们计较太多,你计较得越多他们越觉得烦。 三,不要总是让他等,射手座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急急忙忙的状态,他们没有什么耐心,不喜欢拖拖拉拉,所以不要总是让他等。 四,不要给他们找事儿,射手虽然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,但是他们却非常讨厌别人给自己找麻烦,所以能解决的事情尽量自己解决,不要什么大点小时都要疼。 五,不要干涉他,射手自己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,就算你觉得他错了,也要让他自己去解决,因为他不喜欢被别人干预。 六,不要总是念叨疼,如果你想要留住他,你就不能像唐僧对待悟空那样,你一念,TA就头痛,TA会受不了。 七,不要太消沉,射手总是积极向上大,在他们眼里间大的事都不是事,他们不喜欢和消极的人相处,就算是疫苗,TA也受不了。 八,不要总是让他去揣测你。 射手座的人很直接也很没有耐心,TA喜欢简单而美好的东西,不喜欢什么东西都要去猜,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去浪费时间。 九,不要情绪太饱满,射手的世界简单而又轻松,没心没肺的活着才叫热闹,情绪太饱满的人会让他觉得很累。 亲爱的射手座,出去走走,看看不同的风景,接触不同的人和事,你会发现,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微不足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